陨石是地球以外未然性的宇宙流星,脱离原有运行轨道,扩成碎块泛墨的地球或其他行星表面的,实质的,铁质的或是石铁固和物质,也称陨星。 大多数陨石来自小行星带,小部分来自月球和火星。 陨石根据其内部的铁面金属含量高低,通常分为三大类,石陨石、铁陨石、石铁陨石,石陨石中的铁面金属含量小于等于30%,石铁陨石的铁面金属含量在30%到-65%之间,铁陨石的铁面金属含量大于等于95%。 由于多数铁石落在海洋、荒草、森林和山地等人有好之地区,而被人发现并收起到手铁石,每年只有几十块,数量极少,它大多由天而落,形状不一。 铁石,铁石是人类直接认识太阳秀个星体珍贵稀有的食物标本,极具收藏价值。 铁石多半带有地球上,没有颇不常见矿物组合,以及经过大气层高速燃烧痕迹。 至于太空人奔上外星球,如月球,所带回来的则不叫陨石,而会称为月球矿石。 近来,科学家们在二三十亿年前的陨石中,大量发现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,因此科学家断定,在宇宙中甚至是太阳系,在四十五亿年前,就有生命存在。 在含含量高的陨石中,还发现了大量的氨、核酸、脂肪酸、色素和十亿种氨基酸等有机物,因此,人们认为的求生命的起源,远时与有相当大的关系。 远时,远石的平均密度333.5间,主要成分是硅繁岩,远铁密度为7.58.0,主要有铁、涅组成,远石在大气层中燃烧膜时,形态都混原而无灵无角,熔坑,远石表面都不有大小不一,深浅不等的熬坑,即熔石坑。 不少远石还具有铁而长条形气印,可能是低容点矿物脱落留下的。 比重,远石因为含血涅比重较大,即远石比重磕打法,是远石严银长寒二石且涅,比一般远石比重也大一些。 磁性,各种远石因含有铁而聚强度不等的磁性,净空化的远石没有磁性,因而也就不算陨石了。 调衡,远石在无用紫板上,如它一般没有调衡或者有铁灰色调衡,而铁筐石的调衡则是黑色或棕红色。 以此加一区别,在中国的心腹阶层中正掀起一股云石热,为了彰显自己的独特品位,他们把眼光放在了远石市场。 对他们而言,远石的体积越大越好,在这些人眼中,汽车在高道也是由人制造的,但远石却是独一无二的,是人力无法创造的。 在古代,人们往往把远石当作圣物,比如,古罗马人把远石当作神的使者,他们在远石坠落的地方,盖起钟楼来供奉。 匈牙利人则把远石抬进教堂,用链子把它锁起来,以防着这神的礼物飞回天上。 伊斯兰教圣地迈远石,也有一块陨石,被视为圣石,在一些文明古国,还常常永远是作为皇帝和达官贵人的陪葬。 在中国,至平元年,长周日渔石,兼有大圣如雷,乃伊大兴,锦如月,兼于东南,上师而有阵一生,一驻西南,又一阵而追在一镜县民许氏园中,远近接见。 火光赫然照片,许是犯离即为所焚,是是火兮,是地中有一窍如飞打,机身,下是之,心在其中,淫一轮,两久见暗,上热不可敬,又有之,发其烧,生三尺鱼,乃得一元石,游热,其胆如全,一头微润,色如铁,宠衣不知,周首战身得之,纵入周金沙次,至今狭藏,游人, 到泽巴市,王无就没止传善响,于是促成了人类的产生,由于远时的影响,促进了生物的产生,进化,发展,但远时也会带来毁灭人类的危害性, 比如陌入大西洋海底的古文明《大陆大西州》,因为它正处于上面所提到的大西洋巨型月坑的边上,创造出灿烂的乃亚文化的古印第安人,之所以突然失踪,也是因为在他们那里职场有越是出现,拥有存物件的藏家在未来的市场,必定拥有着极大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